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望搜榴河 故事和心态 回见觉浮云 诸侯尽喜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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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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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郑儿他最近总是反复无常 弄得老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有时候我又着实地为他高兴 他像个王上了 因为在他的眼里 你有两个你自己 一个是相邦 一个是重负 相邦 重负 期望都一样 怎么都一样呢 为相邦 你就要像一个臣子 为重负啊 你就必须得怀有亲情 一个揉一个严 这两者怎么能搅到一起呢 那我都要向太后请教 是吗 你真的要向我请教 是啊 本大人虚怀若骨 干什么 让我摸摸 让我摸摸 你 让我摸摸 你的虚怀 我摸摸 张琪 你 张琪 你看你 我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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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 我摸摸 有人 摸摸 抱紧我 朝堂 抱紧我 抱紧我 我要你 我要你 王上 王上 王上要去何处 猜猜 王上的心思 奴臣怎么能猜得出来呢 寡人在朝堂上捉弄了李相邦 痛快吗 王上心里痛快 奴臣就痛快 那也不能 光寡人一个人痛快啊 是啊 说的也是啊 找后妃 王上还没大婚呢 找臣子 这又不能出去啊 奴臣实在想不出来了 你这笨脑袋 下辈子还是奴臣 去甘强宫 对啊 去甘强宫找太后啊 王上 王上 太后已经歇息了 母后睡了 那就不要惊动她了 咱们走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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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咋走了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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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甘泉宫的内侍 宫女们 一夜之间全都无影无踪了 你知道吗 臣不知 太后的意思是 这些人属于职守 畏罪潜逃了 请问相邦 这种宫中犯上作乱之事 按秦法 该如何处置 臣听王命 那好 传寡人令 即刻通令全国 按名追捕 严惩不待 遵旨 王上 圣明 母后 儿臣这么处置 您看行吗 这是什么 甘泉宫上上下下十六人 三十二指耳朵都在这儿 请王上过目 备车 王上要出宫 需要太后的玉玺才行啊 从今日起 不用了 老人家 你在这里找谁啊 找你的丈夫 他走了 走了 找你儿子 也走了 你儿子也死了 没死 没死 就已经不是我的了 生儿子 不一定有儿子 没儿子 也可以有儿子 真的可以变成假的 假的更容易变成真的 你的话 你的话我不懂 你将来会懂的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有两个孙子 大的已经成人了 那应该行过官礼了 还没有 为什么 你去问你的父王 我的父亲 你是谁 我是他的母亲 你说什么 你是我的祖母 不要这样叫 别人会不高兴的 可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华阳宫那位 是你的义祖母 老父夏世 是你的亲祖母 可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你呢 在冷宫里 我已经住了三十七年了 如今 也该进地宫了 郑伯克断鱼烟 郑伯克断鱼烟 是当初郑国的国君 段 又叫公书段 是郑伯的弟弟 又叫悟生 就是郑庄公 王上过目不忘 郑伯的母亲偏心眼 不喜欢她 只喜欢公书段 正是 为什么 书上讲 因为郑伯是道着出生的 差一点要了他母亲的命 所以他母亲才不喜欢她 你相信吗 王上 左传是圣贤之书 郑伯出生的时候 写书的人在场吗 自然不在 一定是后人所闻所记 哼 这种宫廷密室 他从哪里所闻呢 十个人就有十种说法 也许没有一种是对的 王上盛名 夏臣顿开毛色 你去替寡人查一查 郑庄公的母亲是不是生母 父亲是不是生父 为什么母亲偏爱小儿子 小儿子的父亲又是谁 来来来 起来 站好起来 王上 王上觉得怎么样 都好 那就都留下四后皇上 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那就留下两个吧 小人一进咸阳就听说 吕相邦 吕相邦的 小人还在想 原来就是吕大人 你怎么不在邯郸了 自从赵姬 赵姬夫人 被大人接走以后 小人就没事情做了 现在 邯郸的市面不好 没人看玩意儿 看了也不给钱 如果赵姬还在的话 小人也用不着四处流浪 找饭吃了 饭不用愁 我们客三千 不多你一张嘴 是啊 其实说起来 我也算是吕大人的旧事了 当年在邯郸 小人没少照顾照姬 小人知道 吕大人一直挂念照姬 休有胡说 大人 这哪里是胡说呀 这里没有外人 小人知道 听着 如果还想留着脑袋吃饭的话 从今天起 不许替他一个字 他 他怎么了 他是当今大清的王太后 太后 我 禀相邦有贵客到 不是说过晚上不见客的吗 让他明天再来 相邦请看 你怎么能到这儿来 要让人看见了 我们就还了 我请不来相邦 只好登门就叫了 你 你太不懂情理了 我如果懂情理 就不会一次一次受你的骗 又一页一页的空等着你 正儿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杀死你宫中那些人 就是给我们的警示 万万不可再有任何闪示 你要珍重 你要珍重什么 珍重相王的身份 还是太后的身份 你知道一个二十九岁 就当了太后的人 她明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吗 你怎么就不珍重我呢 晚了 没有退路了 断了吧 一切为了正儿 如果曹智如今是这样 我宁肯不让儿子做王上 行了 天黑了 回宫去 我就不回 你是想让正儿杀死那些人当中 再增加两个吗 我不管 你 陈卿太后 珍重 你 你连一句温存的话都不给我 连一课都不肯多留我 小人落矮 拜见太后 落矮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来干什么 伺候王上 别碰管人 赵高 奴臣在 这是怎么回事 王上 是王上挑的他们呢 不用他们 不用了 嗯 嗯 传李斯 王上 这个时候传李斯啊 你这么一闹 寡人还睡得着吗 读书 读书 来这几日可还习惯呢 相邦府上待客李静有加 小的过得很自在 只是没有机会报销相邦 在下颇感受之有愧 你 请来 我问你 那天你在这儿看到了太后 可曾与人提起过 相邦放心 小人都懂 邯郸的事小人绝不会对外人透露一丝半点 我要是知道了 对你不好 知道吗 小人知道 小人还要留着脑袋吃饭呢 不知太后 近日可好些了 你如此关心太后 小人是为相邦而关心 这太后也真是的 我听说相邦去甘泉宫问安 被太后拒之闻外了 你关心得太多了 小人受相邦收留之恩无以为报 老爱别无所长 只有小人愿舍身入宫服侍太后 坐相邦在太后身边的影子 你胡说些什么 什么太后相邦的 只有你做什么影子 这相邦大人 老爱虽无才使 但还是明白事理 如今相邦辅国为大清偶心沥血 日理万机 无暇顾及他事 如若相邦信得过小人 小人愿意严人身份入宫 为相邦效全马之劳 没想到 你还有点头脑 只是 你真愿意舍身入宫 大丈夫一诺千尽 不过 这此诺之后 老爱就不再是大丈夫了 此事我来安排 你下去吧 是 是 很久 早已是大 kız 太后 请进羹汤 端走 我不吃 这汤太后一定喜欢的 尝尝吧 端走 我什么也不吃 太后 汤是邯郸口味 你是谁 老爱 你 你怎么在这 小人已受阉割之礼 入宫服侍太后 什么 是谁让你这样做的 是小人主动请命 请吧 太后 主动请命 是吕不为寿的这个命吧 真是好手段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如果你还不想把命留在这 太后 小人愿意把命留下 听凭太后的发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别怪我心狠 你自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以为我是邯郸的赵姬吗 现在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太后 太后你知道吗 杀死你 就像财死一个臭丑 来人 太后 人都从哪儿去了 人 来人 太后 你别喊我求你了 我 放开我 太后息怒 像帮担忧 担忧太后 起居孤单 特命小人前来 带像帮服侍太后 像帮 我不需要他的怜悯和同情 我也不需要他的服侍 我谁的服侍都不需要 我是太后 自有人来服侍我 你现在马上会去告诉像帮 从今以后 我们各走各的路 谁也不欠谁 你现在走吧 走吧 太后 小人如今你是一个内侍 你让小人走到哪里去 像帮是何用心 小人不管 可入宫服侍太后 是小人心甘情愿的 小人既一入宫 就是宁愿死了 也绝不再走出网宫 你这是何苦呢 我劝你 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太后 老矮忘不了啊 太后 当然凭你现在的身份 自然不会把小人放在眼里 小人也不敢释放 太后能对小人怎么样 但小人的依片真情 确实发自肺腑 小人绝不会因为身份卑微 而妄自菲薄 小人的生死去留 全凭太后一言定夺 可小人对太后的一片真心 却是永远无法抹掉啊 太后 愿你都是愿你 没想到你倒是个有情人 为了我情愿男人不做 你笑什么 太后 小人虽是内侍之身 可还是一个男人 什么 相邦为了太后 特安排小人受了假宫刑 太后 稍等 听说甘泉宫的世人都换了 是都跑了 跑了 跑了 可无论怎么跑 朝堂还是吕不韦的朝堂 朝堂是先王留下的 不是吕不韦的 可如今 来日方长 现在还没到建书营的时候 如今不可应来 首要之事 是把王上抓在手上 如何抓他 背车 去甘泉宫 太后到 太后到 臣妾 听从太王太后的训事 王上已经成人了 是 该选妃了 你这个做母亲的 就没替她想想 臣妾是想 等王上行了冠礼之后 再选妃也不吃 那何时行冠礼呢 仲妇的意思 是让王上再历练两年 选妃是选妃 冠礼是冠礼 你不着急 我可急着四世同堂呢 此事 容我和重父再商量商量 这是大秦的家务 两姓旁人就不用插言了 这个 我看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臣妾听从太王太后之命 那好 即刻昭告六国 选送公主入秦 选妃 是啊 王上早该有后有妃了 重父 这件事该办了吧 不知 王上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庭义吗 大家义吗 太后圣名 男婚女嫁周公之礼 为王上选妃之事 礼当操办 太后圣名 王上 哪非选后 关系我大秦国脉 不宜再迟了 重父认为呢 此事下臣还没有想好 那就请重父现在就想 一言而断 臣尊王上命 不 寡人听重父 还有母后的 怎么都推脱起来了 我做主了 下诏 奴臣 贺喜王上 贺什么喜 又要给寡人 套上一副枷锁 恕奴臣大胆说一句 其实 王上也该办了 那蒙家 王家 都办了 岁数比王上还小呢 你将寡人比他们 怒臣该死 怒臣知罪 错在哪儿 江天比地 不对 寡人比不了他们 他们都是行过官礼的 寡人一直还没有 官礼之事 中父那边说不通 王上何不向太后提议呢 寡人偏不提 做不了官者就做童子 一直做到地老天荒 做到他们求我那天为止 李斯呢 在外边候着呢 传他 是 陈李斯拜见王上 有什么消息 回王上 向邦已派出各路使节 向齐楚燕 韩赵魏等国发出国书 告知王上选妃之事 请他们诉讼士林公主 到大秦备选 就这消息 猜都猜得到 不用说了 这些国书 又是你那笔好字 抄录的吧 为真为莫小记 顺便为王上抄录了一份 大秦王后 手中血统 就是说 必须是各国王上 嫡出的公主 这就是说 只要血统高贵 不论高矮胖瘦 不论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婆 还是扔在街上 没人捡的丑八怪 只要她是王上嫡出的 我们都得一礼全收 是吗 惠王上 国书指定 被选的公主 必须是年貌相当 到了咸阳以后 还要王上自己 亲自挑选 我挑了算数吗 如果我喜欢这个 重负偏偏喜欢那个 那怎么办 那就要请太后定夺 太后 那我不要也罢 要不两个都要 一个丰厚 一个纳飞 哪个丰厚 哪个纳飞啊 当然 是王上喜欢的那个丰厚了 如果太后 偏要寡人不喜欢的那个丰厚呢 说呀 寡人喜耳恭听 彼此 你说 陈但愿 王上能够和太后相邦 不谋而合 不可能 你呀 中计了 你可知道 华阳用心何在 我觉得 他说的在理 历代先王 都是选择 楚国的公主 做王妃 一代接一代 这才有了华阳 今日之盛气 如今 正儿当正 华阳必然是衰 他岂能甘心 所以 他就选用 楚国的公主 以求达到 东山再起 卷土重来 那 那就不要选妃吗 这么大的事情 怎能出而返而 尚有华阳夫人 如果 再选一个楚国的公主 做王后 那我这个太后 可怎么当啊 是啊 所以 只好将计就计 这样 容我回府 筹划对策 臣告辞 太王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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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太王太后 大楚国阿弱公主 到了 快请阿弱公主进来 妈 你 你见过公主吗 公主是臣亲自接来的呀 哎呀 我是问你 公主长得什么样子 她 她美吗 臣 是按君臣之礼迎接的 那你也可以看看 论起来 你是她的叔祖父 见个面也不失礼呀 如果公主入选后宫 就是大秦的王后 臣怎敢 冒亏天严呢 哎呀 你可真没用 快请吧 是 太王太后 请公主觐见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见太王太后姑祖母 好 叫得好 在秦国我是太王太后 在楚国我可就是老姑奶奶了 父王要儿臣事事听从姑祖母的安排 咱们是一家人 快快进前 让我好好看看你 是 先不要摘 先不要摘 让我猜一猜 你一定是个美人披子 阿若在姐妹里面是最丑的一个 不可能 你父王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姑祖母 阿若让您失望了吗 公主真是天人的 公主天人 独桌一轮月 把旧文静歌 心中不孝的黄红 为什么这样人 去马太安借 铁林 驻站车 脚下四方的何处无辜 我 风儿亲 你说 风儿亲 你说 为这古道的长沫 谁在奔走着 风儿亲 你说 风儿亲 你说 江中功能王 天下一句歌 啊 封爱情 你说 为这不倒的长阳 谁在奔走着 封爱情 你说 封爱情 你说 九州共冷暖 天下一只歌 九州共冷暖 天下一只歌 九州共冷暖 天下一只歌 九州共冷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